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又是失禁無神 邊閒邊講講案件的時候 其實都收到很多網友的留言 或者email 想我講一下陽明案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有人叫我講陽明案 一直拖著不講 就是因為其實未有最後結果 前天就有了最後結果 而且他就馬上保釋等候上訴 既然是上訴 其實都是有結果 所以我都可以分析一下這宗案 其實的內容去脈是怎樣的 那當然很多人關注的就是兩點 究竟他的不小心駕駛判監18天 是否合理呢 究竟是過輕還是過重呢 另外的就是 再早前去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這條罪 那為什麼會不成立呢 那今天我就主要講這兩個論點 就是為什麼 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條罪 會不成立 以及究竟不小心駕駛判監18天 是否太重呢 這個問題 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整件案本身的案情是怎樣的 但我也簡介一下 在2020年8月7日 在半山的馬幾仙峽道 楊明駕駛他的汽車 在一條線上跨越另一條線 撞過去 然後再向下衝20米 撞到交通指示牌和產商行人路 當時是沒有人受傷的 即是被一個外籍的人士發現 他在車內爬出來 他自己是司機 車上沒有乘客 也沒有任何人的受傷 當然街上的設施就有受傷 這個就是簡單的案情 他被控三條罪 第一條罪就是最重的 就是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第二條罪就是不小心駕駛 第三就是車輛玻璃透光度不足 這三條罪 我首先要分析一下 所謂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是一條什麼罪 大家要知道 這條罪其實是一條控罪的三文字 什麼叫控罪三文字呢 就是 事實上 楊明真正犯的 很大可能是醉酒駕駛 醉駕 最高要判刑三年 而且大家都知道 罪駕通常法官是不會放過他 所以罪駕其實是一條很重的罪 但是罪駕由於這麼重 所以是需要一個證明 證明就是呼氣測試 又或者酒精測試樣本 通常警察叫他吹波波 他就吹波波 如果他不肯吹波波 那就是酒精測試樣本 用這兩樣東西去證明 究竟他是不是罪駕 所以很多人就會拒絕吹波波 甚至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那就告不到罪駕 如果告不到罪駕 所以法例上就有另一條罪 就是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而這條罪的刑罰 是跟罪駕差不多的 即是說你二選其一 你一是選擇罪駕 一是選擇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所以這條法例其實是補充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就是 如果那個罪駕的人 不肯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那我就沒有去苦 所以補充的漏洞就是 直接有另一條罪 就是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這條罪和罪駕是差不多認罰的 那問題就來了 因為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跟拒絕吹波波有少少不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拒絕吹波波呢 吹波波這個行動是 那個人自己吹下去的 他不肯吹就是拒絕的 但是拒絕提供血液的酒精測試樣本的話 是要由醫生抽血的 或者護士抽血 總之是由其他人去抽血的 那抽血這個行為 就需要當事人自己同意的 所以你會發現 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這個行為 本身跟吹波波的主動性有點不同 因為他需要當事人同意 醫生或者護士幫他去抽血 那就造成另一個漏洞 那漏洞就是 他原本已經醉了的話 醉到不省人士的話 他怎樣能夠同意醫生去幫他抽血呢 其實現在 楊明這件事差不多是這個情況 就是他宣稱自己不省人士 或者他神智不清 所以他不明白警方對他的警戒是什麼 所以他就不能夠同意醫生幫他抽血了 那現在的案情是這樣的 但是原來法例是三文字來的 就是法例原來賦予警方一個權力 如果當事人當事真是神智不清的話 警方是可以授權醫務人員 立即幫他抽血 去證明他是醉嫁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這個法例又會去回醉嫁了 就是這個三文字 首先你是醉嫁 但是如果不能夠證明你是醉嫁 就想證明你是拒絕 提供酒精測試樣本 如果這件事都不行的話 例如你不省人士的話 又去回給警方去賦予醫務人員權力去抽血 去證明他是醉嫁 所以算是一個左右包抄的法例 那楊明為何能夠逃出法網 又不會被人告罪嫁 又不會被人告到 拒絕提供酒精測試樣本這條罪呢 原來是警方的一次出錯 警方似乎掌握不到這個法例 那個左右包抄這件事 所以警方在楊明還未神智清醒的情況之下 去叫他問他 肯不肯提供酒精測試 即是肯不肯被人抽血 而楊明當時是神智不清的情況之下拒絕了 所以當時正確的程序 警方是應該授權醫務人員去幫他抽血 來證明回去罪嫁 所以真正令到楊明脫罪的 其實是警方做少了這個程序 或者警方不明白這個法例左右包抄的理念 從而令到他做少了這個程序 所以很多人不評擊 裁判官是否專門放他呢 我又不覺得是 裁判官在判詞上很清楚講到他的理據 但是你也要想一下 我們經常都說楊明是一個撐警的人 現在告他的警方 而當時他和警方都很大衝突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 警方在這件事好像想放走楊明那樣 而你就見到 當時裁判官在判楊明這一項罪無罪之後 他接下來是想把楊明在不小心駕駛那裏收監 所以我現在就講下一節了 下一節就是究竟楊明在不小心駕駛那裏應不應該收監 大家要知道 不小心駕駛最高的刑罰是判監半年的 但是雖然這個是最高刑罰 但是這件事是很少發生的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沒有幫僱員買勞保 是一條很重的罪 重得要收監的 但是從來都不會收監的 你上到勞工署去 把你上庭也好 你都是罰款一兩千甚至幾百元都有的 除非以前有案例就是 你沒有幫員工買勞保 而那件工作是很危險的 牽涉很多人要做很危險的工作 你都不幫他買勞保 那個僱主就要收監 所以法例寫得那麼高 不代表真的那麼高 普遍來說 沒有買勞保都不會收監的 真是罰款幾百幾千就算的 同樣不小心駕駛 如果不牽涉人命傷亡的話 通常不會收監的 除非這件案裏面有人命傷亡 起碼有人傷 起碼有人傷才可能有收監十幾天 如果有人死 甚至更加重的罪 可能會收監幾個月 甚至半年 但是這一次真的沒有人傷亡 那沒有人傷亡 為什麼會判他十八天呢 我自己以下是陰謀論 也是一個猜想來的 我自己是覺得 裁判官當時是覺得 楊明在罪走駕駛和拒絕提供走證測試 樣本這兩條罪裏面 因為警方的疏漏而被他走掉了 而這條罪是打算判他坐牢的 那那個被他走掉了呢 裁判官有可能想在不小心駕駛那裏 都起碼像正式要你坐下牢 讓你不會這麼輕易地可以走掉了一個本身要坐牢的罪 由於裁判官是有權力判他坐牢的 雖然通常不會 通常沒有人傷亡就不會判他坐牢 但是裁判官有這個權力的 他叫楊明因為警方的疏漏而引致走掉了一條本身要坐牢的罪 那他便判他坐牢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猜想 那當然後來就發生 當他知道自己要坐牢 就車一變成不認罪 然後就解僱了青紅 那我就形容青紅是自插的 然後現在他又再認罪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裁判官 再判他18天呢 都是一個破例來的 破例就是之前發生的事 這個裁判官都認為應該要去坐下牢 這個當然是不應該這麼想的 裁判官亦都不會同意或者承認自己這麼想的 因為這樣想是不符合判刑原則的 因為判刑應該是想回 這條不小心駕駛罪應有的判罰 就不應該想剛才我說那些東西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猜想 人始終裁判官都是人 他可能都會覺得 我被你走掉了一條腰會坐牢的罪 我現在還不罰你 那所以其實坊間很多人說 喂 判18天這麼少的 應該判他半年的 那事實就不是的 事實真的沒有人傷亡 就是絕小絕小我未見過會判坐牢 判18天其實是高的 那現在楊明申請上訴 可能會做刑期覆核 可能都有上訴庭或者高院 會真的令到他變成不用坐牢 都不期的 那我們看看後續的發展 我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好 今天就這麼多了